请问老师 国内的生鲜零售行业 是否也存在互联网创业长奖的时光机效应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行业有个盲目乐观 就是认为我们超越国外了 其实这个就是叫无知者无畏 客观的讲 如果你真的深度去了解 欧美或者日本的超市 你会发现我们相差20年都不止 特别是我们的超市 特别是很多的商业的基础理念 商业的基础设施 还有运行的效率 我们其实是远远不如别人的 我觉得最好的捷径就是去学习 而更重要的到国外去 是解决我们的不知道 我觉得一个企业最大的问题 不是你知道没做到 而是要解决你的不知道 只有解决你的不知道 你才能在更高的维度去一展前脚 我刚刚讲的就你突破阴障 一定不是靠把人训练的更傻 把飞机做得更厚 而是去换一个发动机 那这两年确实是因为疫情 那让以往我们公司可能是整个团队出国最多的 每年我们大概几乎有五分之一的时间 我都带着团队到国外去看 我们的干部每年最少有两次出国的机会 我们在整个国外的访问期间 我们觉得一个最有趣的现象 就是每个人都试图使自己做的不一样 但中国零售来每个人都试图做成一样 这是最大的区别 其实你到国外去看 你会发现每个国家的生鲜 甚至每个企业的这个生鲜和商品 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拿一张照片 我就知道这是哪一个国家哪一家超市 但是中国的超市往往你拿出来 你就不知道是哪一家 这其实就是要我们整个行业要解决这个心智问题 就是宇宙拒绝抄袭 一定要有自己的商业主张 请问老师如何挑选领兵打仗的将领 必备的能力有哪些 我们选拔干部的第一要素是善良 我们企业的文化的价值观叫 与人玫瑰手流鱼香 我经常跟大家讲 就是人和人交往 生意的交往 都是先对别人好才有收获 所以中国有个词 对生意的总结是最好的 叫舍得有舍才有得 而之所以能舍 一定是基于本性的善良 所以我们选择干部 我们对干部的培训的要求也非常简单 特别是重要干部的培训 他本质上是善良的人 那像在我们公司 如果你有家暴 或者不孝敬父母 或者不善待孩子 你分分秒秒就会从这个公司走开 甚至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是全员禁烟的 在很多公司可能就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如果吸烟会危害到别人的健康 危害到你旁边同事的健康 危害到你家人的健康 我们希望你们接受公司这样的文化 那我们公司可能也是这个行业少有的 全员不抽烟的公司 我们经常讲 就能力是可以培训的 人性是无法培训的 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培训人的人性 而是选择志同道合的人 大家一起来工作 但是善良从来不是软弱 善良根本不是不明辨是非 就我在企业文化里面写 叫日行一善 同时我们也告诉大家 陈恶也是扬善 遇到坏人不去斗争 本身就是不善良 所以善良大家不要认为 它是软弱 善良在我们来看 它是强大 是公平 是民主 是有正义感 其实如果你真正理解 所谓好和坏 纯粹的好一定是烂好 因为你足够坏 才能体现你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